哇,你们看,这是JVTown Area最高的公寓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妹卖房 这一集我带你们到我们新山市中心 看我们新山最高最奢华的公寓的Astaka 这里去CIQ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距离 然后这一边也是我们数一数二最高级的公寓 所以话不多说,我直接带你们去看实际单位 好,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楼层 Astaka的单位它有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这里的单位全部都是Privalift直通你的单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这个门哦,平时它是锁着的 因为这个单位它没有光 所以我们就开着来给它采光一下啦,OK 好,这样我们先直接去我们的客厅看 OK,所以这个单位的话它是二手单位来的 它一共有四家一个房间跟五个厕所 然后它的尺寸一共是2659公斤咯 就等于是我们空中的lander 你们看这个客厅是不是很大 而且你看这个super balcony超大的有没有,OK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我们的房间看看 待会我再带你们去看看那边的景色啦 OK,所以for它的格局来讲 我的左手边的话是会有我们的厨房 以及一个房间和一个小房啦 这样另外三个房间就在我的右手边哦 这样我现在先带你们去看我们的主人房啊 OK,所以for这个主人房来讲的话 它一样是有落地玻璃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其实很足够啊 你要放teenside的床也绝对不是问题的啦 然后它的厨是做好的 衣橱做好了 TV console也做好了 旁边这边还有一副衣橱哦 so只是这个TV console 我个人觉得这个空间有点小啦 不过因为这个房间其实它的size也不会到特别大 你摆到床过来的话 其实这一个电视机的size应该是刚刚好的啦 OK,这样我们少不了的一定是我们的attached bathroom哦 so你可以来看啊 这个attached bathroom它是有做好一个推拉门的 然后我们进来看看 刚才我在楼下有讲到我们Asaga是最奢华的公寓嘛 在新山区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道是上到完了的 而且镜子是给到你大副的哦 然后这里也是有两个洗衣橱盆的 so如果夫妻住这边的话就不用抢哦 而且它还要是马桶跟淋浴都分开的哦 所以这两个分开 如果一个要上厕所 一个要冲凉都可以一起用啦 OK,再来再来Asaga的单位好 它都是会有附送浴缸的 你看这个浴缸你在这边泡澡 外面就是新山的city view了啦 OK,这样我们看过主人房了过后 我现在先带你们去看我们另外的小房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间房间 然后进到来这个房间的话 不好意思啊 因为它没有电 所以一点点暗 不过这个不影响我们这边的quality啦 一样 你看它的厕所 我相信都看得到都是副套上了的 然后可以进来看看 这里其实它的淋浴间也是做好干湿分离 是有玻璃门了的啦 OK,好,这样我们去看看房间的部分 这个房间的话可能你们视觉上来讲 会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点 可是是绝对放得下床的啊 而且浴缸也做好给你了的 它是做这种推拉式的 如果我们普通做开门出来的那一种厨的话 就会比较占空间嘛 所以如果是推拉式来讲的话 这个也是会省到一些空间啦 OK,好,这样我们紧接着 再去看我们的第三间房间 我们的第三间房间哦 就是我们entrance进来的左手边 它在另外一个方向啦,OK 所以从这个小房来讲的话 你看啊,其实我刚才有讲到嘛 它是二手站位 它的基本上冷气、风扇、灯 这些全部已经是做好了的 然后cutton也是有做好给你啦 格局跟size来讲 其实是跟特别那一间大同小异啦 不会想查太多 然后一样它是有一个厕所的啦 OK,厕所一样也是做成干湿分离的 好,这样我们看了 就是我们的入口处 出来这边左手边的三间房间好过后 这里其实它还有一个给Gas用的厕所啦 OK,这边就有一些 啊,一个洗手盆 然后一个大附近纸 然后下面就有一些收纳处啦 OK,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来我们客厅area 这个超级客厅area啊 你可以看到它客厅area 它的TV的 其实是在那一边的 OK,所以这样大的空间来讲的话 你们的设计空间也十分之大 你可以放一个大型的L型 或者U型的沙发在这里可以 然后这边再放一个dining table也可以 如果不喜欢把dining table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也可以 那边也有插座 在那个插座那边 可能你们需要用一些电器啊 就可以在那边用咯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来到这个阳台 讲真的这个单位吼 它的楼层不算高 可是你看到它的view 其实也不差的也是OK的 我们可以往这边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警察局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 还看得到泳池的哦 OK 然后我们的巴扎布朗尼也是在前方 都是看得到的 右方面来讲的话 虽然是楼层不高 可是也是够用了啦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间单位够便宜OK 好,所以你看啊 它这里已经是做好贴花了的 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就不用担心咯 然后这个推拉门 也是很重很大幅啦 我就不demo给你看啊 因为太热了 OK 这个大幅的玻璃门 你拉起来的话 其实是一点city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啦 而且你看啊 这边还有多一个折叠门呢 所以我看到有些屋主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放一个高脚椅 跟一个座椅 在这边 早餐的时候 就在这边看着cityview 来吃早餐 所以是很舒服很爽的一个 所以这边整副的curtons 也是做好给你的 OK 再来我们往旁边看看 这里的话它是我们的干厨房区 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啦 就是为什么它干厨房这样子设计 就是跟我们的客厅是平行的 如果你借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这边可以做一个中导来隔开啊 也是可以的啊 或者是可能你放一些屏风啊 还是或者是一些座椅啊 来隔开也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它这里的橱柜全部做好了 然后这里也有induction cooker 方便你自煮一些小样的东西 油盐不重的东西啦 不过油盐机也是做好给你了啦 再来的话可能有一些咖啡基因水机 都是可以放在这个部分 oven也是有了的 OK 这样我们再往我们的第四间房间看看啊 so for这个房间来讲的话 这边一进门就是一个衣橱啊 就是到门后这里都是衣橱 所以收纳空间也是很够了的 然后进门过后 每一个房间都是有自己的attached bathroom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 bathroom 倒也是上到完给你了的啦 没有偷工线料给你的啊 OK 然后这个房间来讲的话 一样是finish好 Acon 这个房间来讲的话 它就更贴近我们的泳池的view哦 OK 这样的话 那我们再往另外一间房间看啊 有点喘 因为单位太大了 OK 好 所以这里的话 就来到我们洗衣间的部分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推拉门的 OK 如果这个推拉门 你可以追起来了过后 这里如果这样 可能你不要把洗衣机放在这边 这样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个额外的空间 你可能可以把它拿来做成sati area 也是可以的哦 因为这边有窗口嘛 可能你改一下这个tinter 这样就有采光进来了咯 OK 不过这个屋主是把洗衣机跟那种干机在这边啦 然后它也是用boss的牌子 都会留给你啦 OK 好东西来的呀 OK 再来的话 这里就是我们的私厨房 刚才我们的干厨房 是在我们的客厅 过来一点嘛 就是整排过去 这样我们私厨房就在这一个部分咯 所以这个私厨房来讲的话 你看它是用我们的gast door的哦 这个是很多买家都喜欢的东西啊的啦 因为先去industrial google 这个煮的不够我配啊 OK 然后厨柜全部做好给你了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也是全部foodtals上完给你的 foodtals的好处就是 在厨房如果有油烟的话 容易抹 容易勤勉 OK 这样我们再过来这边 刚才我讲到嘛 这个是4加1房 这样加1房的空间 就是在这个部分咯 如果你们是有helper 这样这个就可以做成你们的helper room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他自己可以装处用的厕所啦 OK 这样子的话 我大致上就介绍完这一间我们空中的lander 2659元的单位给你们看了啦 OK 然后这间单位的话 它的售价只是马币188万哦 这个价位你要找在astaka买一间单位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够大姐 然后这个价位 我相信如果你们一直有在关注astaka单位的买家 你一定知道这一间单位十分value buy 虽然是讲它可能需要touch up的地方有一点多 可是只要你算算一下 你会觉得这一个是超级的好货哦 那我刚才带你们看过astaka这里最大款的单位嘛 所以不管你要找新的还是二手的 再不然你找着星山其他地区的产业 或者是你本身有任何星山产业想要委托出足于出售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哦 我是Sandra 我们下期见